發生事故的船隻已經被拖到岸上 加州外海11日發生一起船難悲劇 加州當局接獲通報 有兩艘企圖入境美國的小船相撞翻覆 當搜救人員趕到事故地點時 已經發現多人死亡 由於現場容物大 正值漲潮 讓搜救一度中斷 12日會再繼續尋找失蹤者 根據當局的說法 小船上存在的也可能是走私者 每年有許多中南美洲的移民 企圖入境美國 大部分都是經由陸陸 不過隨著美國加強邊境管制 這可能也造成部分人士 選擇品而走險 造成這次的悲劇 華語新聞許浩鳴綜號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